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九集 徐志摩对待林徽英和陆小曼的深情厚意 与对待张又怡的冷酷残忍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人 比对徐大才子盛宏还算有节制的 应该是林姨娘眼光不错 运气更不错 盛宏不是懦弱昏聩的贾连 她到底是从数字爬上今天的地位 她很清楚切实受正式欺辱的地方无非两块 日常生活和子女抚养 所以她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直接给林姨娘独立的经济来源 有了钱 自然腰杆就挺了 并且率先破坏规矩 坚持让林姨娘自己养孩子 可是这样一来 规矩就荡然无存了 随着时间推移 林姨娘生儿育女 王氏又无法从感情上把丈夫拉回来 林姨娘的地位越来越稳固 她开始培着自己的清醒 渐渐与王氏有了分庭抗礼之事 圣府由礼到外 渐渐形成两派人马 且战火愈演愈烈 而姚依依目前身体的这个生母 魏姨娘 就是在这种妻妾对质情况下的 无辜炮灰 古梁传约 物为妾为妻 就是说 妾是没有资格扶正为妻的 有妾无妻的男人 人可算是未婚的 而嫡妻死了 丈夫哪怕妻妾满事 也是无妻的官夫 要另寻良家聘取嫡妻 但是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况且这只是规矩 并不是律法 所以不是没有漏网之鱼 例如就有交信这样的被扶正的幸运小妾 虽然这种例子并不多 但不是没有 姚依依是学法律的 她知道从本质上讲 封建社会的律法 维护的是男子的权益 一旦男子的权不权益归结到正式以外的女人身上 那么正式退位让贤的情况总会发生 这很悲哀 但是还好不多 倒露的陈世美同学挨了包爷爷一掌 不是因为他停机再去 而是因为他犯了人命案 男人犯重婚罪是不会杀头的 当然 在礼教森严的古代 如果像圣红一样 想要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 那就不能因为这个坏了名声 刚开头几年 圣红不管不顾 和林姨娘情海无边 不愿上岸 可她毕竟是有理智的封建师大夫 不是以突破封建枷锁为己任的民国诗人 她对林姨娘的热情终归会消退 而王氏的娘家出手干预 加快了这一速度 王家人出人出力 还想出了美人计 这个招数实在不算新鲜 但贵在有效 从古至今 宫廷到民间屡事不爽 但没想到林姨娘战斗力极强 连着给几个颇有姿色的丫头开脸 竟然也没能拉回圣红 毕竟 林姨娘出身官家 姿色秀美 和圣红谈起诗词歌赋风花雪月来 连王氏也插不上嘴 何况几个丫头 于是王氏借走偏锋 找到了正处于困境的平民女子 魏氏 她虽然并没有很好的文学素养 但她拥有一个所有女人最直接 也是最逆竿见影的优点 美貌 果然 真爱千金 递不上胸脯四两 圣红一看见魏氏 就被迷倒了 她不识字 没关系 她来教她 她不懂诗词书画 没关系 她来点拨 耳病丝膜 红袖天香 何尝不乐 加上魏氏 性情温柔敦厚 圣红倒也真是喜欢上她了 这下子 灵姨娘急了 她所依仗的无非是圣红的宠爱 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寒水 她绝不允许有人踩进她的底盘 她要折腾魏姨娘 一开始倒也没想要她命 只是希望把胎儿弄没了 最好把她的身体也给弄垮了 可是魏姨娘特别点背 历时就一命呜呼了 魏姨娘的死让圣红陡然清醒了 纵然没有像对林姨娘那般情义 终归也是同床共枕过的女人 看见她死在一滩血泊中 圣红终于意识到家庭内部的矛盾已经激化了 作为一个常年外访认识差的官员 圣红如何不明白魏姨娘的死 其实是府里规矩败坏的结果 妻妾斗争的惨烈让圣红不寒而栗 于是她下决心整顿了 要恢复良好的家庭等级规矩 就得放弃对林姨娘的过度偏爱 从秦海中爬上岸 站在大家长的角度 公平持终的管理家庭 不过就算如此 她也还是不敢把林姨娘和她的孩子 完全交到王室手中处理 她知道这两个女人的嫌隙 怕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抹平的 王室这次基本上获得了想要的东西 就算她依然在爱情上斗不过林姨娘 至少也获得了在家庭中唯一的女主人地位 正房妻子对妾室始终是提防的 尤其是面对贵妾室更有危机感 就像黛玉说的 不是东风压到西风 就是西风压到东风 宝玉她妈对赵姨娘那样无所谓的态度 是建立在两者实力悬殊太过的情况下 一个是豪贵的王家 一个则是全家都是奴才 连自由人都不算 自己还是家身子 而王熙凤之所以会那么忌惮游二姐 却不把秋童放在眼里 就是因为游二姐是贵妾 而且她自己出嫁多年 都二十多岁了 还一直没有生儿子 本就属于犯了七出 没有不让纳妾的道理 只不过由娘家撑腰才一直无人说她 一旦游二姐生出了儿子 不说会取代她 至少也会危及她的地位 所以当王熙凤一听说游二姐的事情 就立刻把剑出窍 妻妾之争是一个很复杂的命题 包含了智慧 毅力 胆量 家庭背景 个人性格 当然还有运气 种种因素在里面发生作用 只能说优势基本上还在妻子这一边 妾室 哪怕有二房奶奶的地方 但杀出重围被扶赠的可能性 也还是并不高 整部红楼梦 那么多倒霉女子也只有一个交信 有这样的运气 贫尔和湘玲 后来到底有没有被扶赠 还两说 就算被扶赠了 也是薛凡和贾连落魄之事啊 算不上是什么大好的事 而这位可怜的魏姨娘 不过是众多倒霉小妾中的一位 她的死就像大海中的一朵微小浪花 虽激起过一些动静 却最终被无声无息地盖过 而后 圣红和王氏为了家族体面 逐一替换服装仆腐服下人 而林姨娘自己当然不会提 渐渐的 圣家无人在提起魏姨娘的死 甚至 没几人知道 当初这位惨死的美丽怯弱的女子 姚依依想到这里 又没有了生存意志了 她既没有实力派的姨娘做生母 又不是嫡母所出 她将来在胜负的地位 会很微妙的 她这次投胎实在是鸡肋 比差的要好些 比好的又差些 比上很不足 比下却没余出多少 怎么做才能在这个世上好好活下去呢 五岁快六岁的圣明兰 开始严肃思考生存问题 圣红同志新官上任 新任期新气象 他有心打造丹州第一家庭的良好形象 给全州老百姓做一个父子子孝 全家和乐的好榜样 为建设封建社会良好风貌的新登州 做出贡献 于是在上任交接完成之后 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 带着王室三子四女 以及几个丫鬟婆子 绅士浩大的来给圣老太太请安 进了树安堂正厅 圣红和王室向圣老太太行过礼 分别坐在罗汉床两边的方椅上 接着让朴妇领着几个孩子 按着次序一一行礼 先是三个敌出的 再是四个述出的 没有窃室 明兰就是姚依依同学 清早起床浑浑噩噩 连早饭都没吃 就被抱出房间 被一个十四五岁的丫鬟 连着行李 他排行倒数第二 轮到他磕头时 已经有些醒了 这头一磕下去 他立刻就完全清醒了 结结巴巴的跟着说了句 给老祖宗请安 很久没说话 又怕说错话 明兰一开口 就是语音制弱 说话不利索 立刻引来几声 轻轻的吃笑 明兰转头去看 站在一边的如兰小姑娘 正轻轻掩着嘴 他身边站了一个 眉目清秀的小姑娘 看着似乎微大一点 估计是排行第四的 墨兰小姐 他头戴一对 点脆的白玉环 身穿糊绿色的细纹罗纱 站姿规矩 头微微下垂 温婉又恭敬 圣红微微皱眉 去看王室 王室立刻瞪了如兰身边的妈妈一眼 那妈妈惶恐地低下头 瞧着如兰和墨兰两人 圣老太太心中叹息 又再看看呆头呆脑的明兰 被人笑话了 也不知道 还傻傻地站在当中 一幅懵懂迷茫的样子 他不动声色地喝了口茶 眉目低垂 等到最小的圣长洞 也行完了礼 他道 我素日清静惯了 不惜人多热闹 都是一家子 何必拘离 还找往常 指美群来请安吧 王室粉面泛红 估计昨晚睡得很好 瞧老太太说的 在宁老面前尽笑道 原本就是晚辈的本分 前几年是我不懂事 疏忽了笑道 前被老爷说了一通 媳妇已经知错了 望老太太 瞧在媳妇愚笨的份上 莫要与媳妇一般见识 媳妇在这儿给您赔罪了 说着便站起来 给圣老太太跪下 圣老太太看了圣洪一眼 圣洪连跟着一起说 母亲 莫说这成婚定行 就是时时给您断茶地水 都是他应当的 若是母亲不云 儿子直当您 还在上媳妇的气 欲加不言 都是儿子的不是 儿子 自当去父亲 零钱零罪 说着也给圣老太太跪下了 王氏用帕子抹了抹脸 红着眼睛道 母亲 儿媳真知错了 往日里在娘家时 儿媳也学过 拜山孝为首 自打进了圣家门后 却被猪油蒙了心 做了性子 疏忽了对您的孝道 老太太尽管罚我就使了 千万莫要往心里去 老太太若是怕人多嫌吵闹 往后我们分开来请安就是了 说着低声坠起 圣红也双眼红了起来 明兰站在左边 最后一个位置往前看 心里暗道 这夫妻两人 不知是不是昨晚点夜排练的 一搭一唱配合得十分到位 说眼红就流泪 明兰怀疑的目光 不免溜向他们的袖子 难道是洋葱 正想着 对面的三个男孩和这边的女孩子们 已经齐齐跪下 纷纷恳求圣老太太 一个个言辞恳切 好像圣老太太 如果不答应他们来请安 他们就立刻要心碎难过的死掉了一样 卢兰小姑娘慢了一拍 被身后的妈妈推了一把 也跪下了 明兰一看 也后知后觉的跟着跪下 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进行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